- 內湖的黃先生,請說。 黃先生,您在線上。 - 喂? - 請說。 - 喂? - 您在線上了。 - 會名,大家來賓,大家好。 - 請問。 - 我有一件事,我們請教一下。 你說文建會辦夢想交的事。 - 今天是在他媽政府辦的事。 - 都沒有事,你這家家發言過都沒有效。 - 今天你還要換回來。 - 如果民進黨你之前這件事辦下去,我跟你說。 - 如果沒有叫國民黨,他拿著翻過來,我才會修理。 - 這種都是兩套標準, - 國民黨都做一些垃圾事情,讓地勢都看不下去。 - 再來就是這三隻小豬的事情。 - 大家看看。 - 三隻小豬。 - 他們說我們民進黨的社會這個小朋友。 - 現在我問你,走去麻煩酒。 - 你叫一個小孩在那裡。 - 你討著他小氣。 - 你想他到小氣。 - 我告訴你。 - 他們所說的話。 - 其實八世根本就看不下去。 - 不管你講一些這些。 - 如果你在混淆四天。 - 我就跟羅緣說一下。 - 羅緣,你其實你很好。 - 我下班。 - 請到大師小這邊。 - 都看到你的廣告。 - 你在說真話。 - 沒錯。 - 但是我跟你說, - 今天上面如果做錯事, - 你不能暗淆。 - 我們不能掩蓋他的過錯。 - 你今天如果掩蓋他的過錯。 - 你有變成, - 對我們這個。 - 酸民地質的過錯。 - 真的不能交代。 - 完全都沒辦法交代。 - 你如果說要做得好。 - 因為你立法, - 因為你實行在上面嘛。 - 上面有錯, - 你們就是要挑出來嘛。 - 不是說你們的黨。 - 喔,他做不到事情。 - 沒關係。 - 他做不到事情, - 我都會聽到暗淆。 - 不能這樣子。 - 你如果這樣, - 好,謝謝黃先生的口感。 - 來,台南的蔡先生請說。 - 喂,惠民。 - 來賓,來賓,大家好。 - 馬英九三年半的執政下, - 一切亂象。 - 全民皆知。 - 再多的市政激烈級批判, - 只會勾起百姓痛苦的回憶。 - 我只是用八個字來形容, - 慘不忍睹,不堪回首。 - 二零一二雙英對決早已高下立判。 - 勝負已定。 - 第二點, - 就其原因, - 有三啊。 - 二零零八馬修一句, - 股票上一萬兩萬點的詐騙口號。 - 害死了八百多位股票。 - 每一年, - 慘賠兩百六十一萬。 - 而國民黨近大賺鼓勵二十九億。 - 老農三一六加排富。 - 對照金工價。 - 存款十八%。 - 薪資三%不排富。 - 產生了多少, - 賭爛票。 - 薪資三萬兩萬以下的, - 更底層的貧困者。 - 五六百萬人。 - 加上政府帶頭, - 萬物提長, - 將近四十%的怨氣。 - 以上三點加起來超過一千多萬人。 - 試問會頭馬嗎? - 最後一點。 - 三豬小豬只是喚醒兩千三百萬人。 - 想當國家的主人。 - 不想被冠葬台巴子的污名。 - 變天的怒吼聲訴起。 - 唯有您所中的選票, - 才能改變台灣人民的命運。 - 明年一月十四號是得民心者。 - 得天下之爭。 - 三豬小豬代表兩千三百萬人。 - 對大怪獸的之戰。 - 期盼明年第一位女總統的誕生。 - 好,那我們謝謝蔡先生。 - 來,台中的黃先生請說。 - 喂,您好。 - 主持人好。 - 各位來賓大家好。 - 我是一個大學生。 - 是一個有思考能力的手偷族。 - 剛才看到小英在新竹的客家場, - 擁有廣大的支持。 - 是因為客家人。 - 是因為年輕人。 - 是因為台灣人對這個政府的失望。 - 我不懂這個政府還能給我們 - 我看見教室裡前面坐著中國的學生。 - 每天上課遲到啊。 - 然後態度也不是很好。 - 她也不是個台灣人。 - 卻能擁有優渥的補助。 - 而我們台灣的學生呢? - 那我們的未來呢? - 我想這三隻小豬所帶來的意義 - 並不是說裡面有多少錢。 - 卻是充滿了我們台灣人的希望。 - 台灣人的期望。 - 希望這些小豬能帶給我們一些價值。 - 一些可以被看見的未來。 - 現在的台灣學生對於畢業是多麼的台灣人。 - 彷徨多麼的沒有幫助。 - 正然希望小豬能當選。 - 帶領我們這些台灣人進步。 - 國民黨政府卻在那邊用負面的想法來打擊。 - 對於像農社啊。 - 國民黨的黨公子卻沒有提出任何的動作。 - 那麼蘇秘書長提出了財產證明。 - 那不是吳敦義院長也要比較辦理嗎? - 我覺得大學生實在是受不了這種兩套標準的人。 - 也拜託多多替我們台灣人的年輕人著想。 - 好的,我們謝謝黃先生。 - 謝謝你。 - 來台北的蕭先生請說。 - 大家好。 - 三隻小豬是人民用小額捐款來對抗國民黨不公不義的黨產。 - 也就是說不公平的選戰。 - 國民黨用無恥的方式打壓人民的小額捐款。 - 國民黨想不出什麼好的方法對付三隻小豬。 - 然後就用大野狼的方式用催的,用平安符來催。 - 其實國民黨不敢用天的本質。 - 台語在說,求平安就好了,不要想要國際協助。 - 平安符,老農家316,自求多福,平安就福了。 - 平安符就福了。 - 名稱物資,漲價,百進,自求多福,平安符就福了。 - 年輕人失業,找不到工作,平安符就福了,自求多福了。 - 年輕人不敢生育,不敢結婚,也是自求多福,平安符就福了。 - 我看國民黨可能中邪了吧。 - 採用什麼平安符來對抗三隻小豬吧,太笨了。 - 台灣人民加油吧。 - 好,謝謝蕭先生。來台南的周先生請說。 - 費連,大家好。夢想家,台灣人可能不太好命去看兩億個劇場的夢想家。 - 國民黨真的很差勁,什麼東西都要仿造悲憐。 - 連一個平安符也要仿造成田總統。 - 我不知道國民黨花放那個山菜板的平安符,是一堆新民的廟友的平安符。 - 難道你馬英九都不知道台灣要平安符去,要怎麼來做你都不知道嗎? - 你叫人民去領你馬英九做的平安符。 - 人民如果要平安、和平、協議、九二、共識、核化、核能、發電廠、國光、十五化。 - 這是像能夠帶給人民台灣平安。 - 只是威脅嘛對不對? - 選舉到啦一般草生的國旗拿出來了。 - 草生的老四兌流出來嚇驚一下…騙一遍。 - 我還記得像胡主 Jenn在圍 ballsins say 總說馬英九很不喜歡饒舌。 - 現在還為什麼要吃老四兌流的? - 都是一例。騙了。 - 台灣已經給馬英九нения的時間了。 - 做一部分就是要努力arity Undians來一下。 這次我們看到馬政府有權幫公務員加薪3% 也幫馬英九每隔月加薪1萬多 現在人民說 農民年金每隔月只能加316塊 辦一個花博 花掉140億 辦兩場建國百年 燃燒掉了2億多 1千多萬 加上營費 我看是算不了 反正一來一去 現在人民說 健保費虧損如果不漲 健保費虧損 你看這個政府這樣的燒錢 跟對待人民有關係的就是禁禁計較 前國論量小組的人民要加油 蔡英文加油 好的 謝謝周先生 來新北市的徐先生請說 徐先生 新北市 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其實我本來是不想 我只是想要投票 我不想打這個電話 但是我今天就是這幾天一直看這個 我剛才聽那個盧淑偉講話 我想請問盧淑偉 那個聽說你家收集很多那個觀音菩薩 佛像對不對 那觀音菩薩它是什麼 慈悲為懷對不對 像我跟我太太兩個是 我們現在已經投入志工 那為什麼會投入志工 因為我家裡有一個多重贈的小孩子 心裡挺好 多重贈 那之前我們有一個那個長贈津貼 但是在我們偉大的馬總統 當台北市之後 我們的長贈津貼給我們減免一千塊 在弱勢團體裡面 一千塊對你們來講 可能沒有什麼 好像是零頭 但是對我們弱勢團體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有時候我覺得要扪心自問 馬總統做得好不好 有時候做不好要負責 要道歉 要懺悔 而不是一概的講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然後現在換你們完全執政了 什麼事情又拖給陳水扁 為什麼陳水扁下來他做得不好 對不對 那現在換國民黨執政了 你們還把事情都推給他們 夢想家咧 多少錢 我們看的真的是 我跟你講 我們跟我太太做志工 投入幫助別人的錢 搞不好都比316塊還多 所以不要再騙了 真的 現在我住在深藍的地方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的 害討喔 真的是害討喔 所以拜託不要再一面的 替馬英九講話 那只會害了你們自己 觀音菩薩都有在看 真的 因果利利不爽 謝謝 好的 我們謝謝徐先生 來花蓮的蔡先生請說 蔡先生你好 請說 我長期觀察這個選情 我認為當時那個宋楚瑜還沒有決定要進選的時候 他的民調才八 九 十 這個地方的七起落落 但是他一旦已經把這個連署書送進去之後 他的民調一定會一直上升 為什麼 因為深藍的 他們也會考慮 因為宋楚瑜也是表態深藍嘛 他們考慮 他們要選擇一個有能力的 雖然宋楚瑜在當年 當省長的時候是 要五毛給一塊 但是他對於他的工程方面 很努力的去撿核 但是馬英九反回來 他在台北市長八年的任內 一點建設都沒有 而且發錢好像被騙人抓 兩個比較起來 一些的深藍的 他會回頭 投這個宋楚瑜的票 是 至於那個 蔡英文 一些深藍小民 已經進無路 進無路退無步 除了家財萬貫之外 一定會投那個 蔡英文求一個生存之道 好的 我們謝謝蔡先生 來高雄的五先生請說 五先生 你好 高雄的五先生 您在線上 你好 大家好 我告訴你 馬英九這四年 已經做到 趙婉女模式了 連一個 八八水災 黑洞做一個總統 都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結果 四天說 我不是來給你們看嗎 這個總統 他說 你還給我做四年 就是還給我騙四年 你們台灣人 真的要大家要大團結 萬貨給這個國民黨 開金第一名 什麼 發佈 開的 怕死人 農民 常常在說 這個馬英九 你不正式嗎 農民那些艱口 你都 你都 說 跟農民天賓 那天摸 我們就 回去 你不是說你的開金 人 一定會帶給你 你到這裡 已經全部沒辦法了 台灣人 拜託拜託 不想說 直接沒辦法 好 謝謝五先生 來台中的蔡先生 請說 蔡先生 主持人 李小姐 我是想說 要 太八十 我就要慢慢說 說台灣人 我算 以前在台北 我到台中 我就是在台中市政務 那個 環保局 在圓萬機場裡面 在上班 在整理 那裡的清潔 他 從想交易開始 一陣子 我就在那裡 我是覺得真的有陷 因為想說 我在想 最好開給你說 一個人 一個英文五萬 我本地 就是說 因為 他是要來 準備 英文幾個月 你知道嗎 結果說 問他台中的人 你們家是在從那裡 還怎麼開 那就不可能 花費五千萬 結果 我們一個 因為他在總部 我都看 他說 兩天而已 做兩枚而已 我不要叫我 我感動得更高 有嗎 只是覺得說 覺得有陷害 因為你今天 對嗎 你一個 你一個國民黨 你執政 你將我們 我們這個 畢生的納稅 給我們開 真的 因為他說 聖書人 我剛才可以 聖書人 說的 他說 他說 他都交代好學 他根本就是 贈助助養 真的 好 謝謝蔡先生 這個圓滿劇場的工作人員 特別扣運來說明 當時的狀況 廣告之後 針對夢想家的情形 我們更多討論 馬回來